2020年7月5號 500年手抄本古蘭經 土耳其其立志工 胡光中 周如意夫妻 將兩本古蘭經呈送於上人 其中一本是有500年歷史的手抄本 這是一本 在我對我自己的經典 我都很難得有這樣的 哪怕是我的法華經 我都沒有那麼的 珍重的來欣賞過 那這個古董是我們在 伊斯坦堡的這個 舊書市場裡面碰到的 然後找到的 曾經也被台灣博物館收藏過 我相信在慈濟 能夠把這一個川家寶 能夠保護得更好 500多葉古書被重啃 被水淹 張張體無完膚 修復不易 紙張上面因為有很多的沾黏物 還有很多不同人寫的東西 黏在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把它刮掉的時候 還在把它拼湊回來 我們去找廠商去染紙 那一家廠商染紙的時間 大概就是三個月以上 歷經兩年十一個月修復 他們都要不要緊貴了 所以真的內心也是有時候很痠心 覺得很捨不得 德恩法師在18歲時 威夷上人 一同客難開創慈濟世界 除了承擔四者工作 照顧上人生活起居 慈善置業也走在最前頭 仿視鎮災 貧物關懷 是早期慈濟委員們的指導師傅 文筆吉佳負責撰寫個案資料 他在前面帶領我們 我們就在後面支持上人 德恩法師大體捐贈慈濟醫學院 圓滿人生最終願望 捨身大愛 雲淡風輕也如河風深入人心 1989年7月5號 花慈首任院長渡失眠病逝 1984年花蓮慈濟醫院動途 杜失眠以首任院長參與 很完美的一個醫院 所以這一點我想公布的情況 平衡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消息 當時他已是肝癌末期 醫師宣布生命僅剩三個月 上人依舊信任 賦予重任 第一次每一個人 都有一顆炸彈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爆發開來 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把今天說今天的事 你想怎麼樣 想想的就說 叔叔你真的對我有信心 當然對我有信心 自此從醫院建設到醫師聘請 他親力親為 放下身段 為東部鄉親奔波 求醫求財 突然驚訝的看到 杜院長已經在那邊等了一個鐘頭 因為撐會大概一個鐘頭 他就問我說能不能到 花蓮來幫忙免診 一個禮拜來一次 其實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動 我就當場答應他 1989年7月5號 杜院長告別人間 享受70歲 原本只剩3個月的生命 他用毅力撐了5年 為花蓮慈願打下穩健的基礎 170年8月1日 2014年的